这帮老外倒挺会享受的 看上去其实年龄跟我差不多 但是实际看上去好像比我大个 刚才那地方实在是真的太漂亮了 开车经过然后看到那个吸水流下来 那个吸水太清澈了 非常漂亮 然后我就下去 从一个一条路下去 那个下去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是碰到刚才那群人 你们看到的大概有四五个吧 估计年龄跟我差不多 但是外国人见老一点 看上去可能比我看上去是比我大可能蛮多的 其实应该是年龄跟我差不多 然后也很壮 那帮人在那边喝酒喝啤酒吸大麻 然后我下去以后才发现他们 然后跟他们打个招呼笑一下 然后在附近想拍点拍子 然后那个泉水声音太响了 我随意回到这边 然后继续这个视频 像刚才这个情况 比如说其中那位坐在中间的 那个身上纹身的 看上去估计有两百多磅吧 如果他跟我打架的话 你们觉得谁更厉害 或者全世界的人 问全世界的人 甚至中国女性 你们会觉得 我估计大部分人觉得他 我肯定打不过他 他比我壮可能多几十磅吧 身高他坐着看不清楚 但是至少他能有两百多磅 比我重至少二三十磅 估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问大家 如果我们两个人打架 谁厉害 我估计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包括中国女性 都会认为我打不过他 今天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话题呢 其实就是因为最近的疫情 那么很多西方人就把这个怨恨 就是怨恨华人 可能是因为华人把这个病毒带到海外 那么我们现在 我没有任何政治政治倾向 也不想就是在这里说明 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 但是的确在西方 有那种排华的倾向 那么很多华人受到攻击 在美国佛罗里达 有华人一家被西人给杀了 然后在意大利西班牙都出现了 就是打华人 抢华人超市的那种事件 当然呢这种事情平时也会发生 那么现在呢看到正好这种 全世界爆发这种疫情 大家都要找一个发泄的地方 那么很多人呢 就可能会打中国的 就像911以后他们会打穆斯林一样 就是也许警察会装的不看见 虽然西方有法律 但是他们警察也说 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 他可以装住不看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华人怎么能够保护自己呢 就是今天想说的 那么我在海外呢 特别是在90年代 在瑞士留学的时候呢 因为整个年纪 就我一个中国人 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越南人 那么当时呢就是 主要是和西方的同学一起玩了 有一次去意大利 那次去意大利的和我 瑞士的一个同学 他我们一起背包 去意大利南部玩 当时我记得那个城市叫 纳布勒斯 这个城市非常漂亮 有威斯威霍山 我们呢就住在 背包族的那个酒店里面 当时平时呢就是 一天晚了回来呢 晚上就在大堂里面 跟世界各地的 背包的年轻人交朋友 当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澳大利亚女孩 估计就是十八九岁 那么我的瑞士同学呢 就看上了他 然后就想追他 当然我也觉得他很漂亮 但是没有表露出来 我也想追他或者这样 但是这个瑞士同学 他就会显露出来 他那种感觉 让我觉得他这个女孩 是应该是他来追的 他他有一种优越感 就是这种优越感 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发现很多欧洲同学 很多是德国 法国瑞士同学 他们拥有一种优越感 他们就觉得 这个女孩如果他们 跟我在一起 他们觉得这个女孩 理所应当是 应该他们来追 应该属于他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也没表露出来 当时那个女孩去了卡布里岛 然后我们又跟着她去了卡布里岛 然后在卡布里岛上呢 玩了很多天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感觉我的瑞士同学呢 有一种优越感 在我的面前 一个亚洲 那么回到后来呢 就回到那个 回到米莱的路上 在米莱一个青年酒店 因为我这个瑞士同学呢 他是法国瑞士 他经常开一些玩笑了 用法语开一些玩笑 法国文化呢 就是喜欢说那些性方面的笑话 其实欧洲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他经常说这些笑话 他说他喜欢的女孩呢 是头发有很多的不顾的volume 不顾的volume的意思呢 就是头发很蓬松的 就像这个澳大利亚女孩这样 那么回到那个酒店呢 我就用 从他身上学到的法语呢 来讽刺他 我当他脱了衣服去洗澡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他不顾的volume 当时呢他就不太高兴 但是呢 我是嘲讽他 他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就笑嘻嘻跟我说 那我们试一下搬手腕吧 他那种口气呢 就觉得他肯定是赢的 如果我嘲笑他 他肯定是 就让我看看眼神 当时我也挺好奇的 我一直对西方呢 就是男子的这种 这方面强大不强大很好奇 所以我也非常想试试 就是当时就跟他扮了手腕 轻而易举的我就赢了 从此以后呢 我发现我受到他的更多的尊重 1995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去纽约玩 当时呢 在曼哈顿呢 每条街上呢 都会看到一堆堆的黑人 一群群的黑人 都长得非常壮 他倒是有点不想走过去了 我说走吧 我们走过去 他相信了我 他跟着我一起走 然后那个黑人 一群黑人就跟上来了 然后跟上来了 那么我就笑嘻嘻跟他们打个招呼 然后就顺便想问一下路 这个回酒店 那个当时那个酒店怎么走 我们当时住在一个酒店 是在Madison Avenue 我记得 那个黑人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很自信的跟他打招呼 然后他们也蛮友好的 你问他 跟他问他路 他 我当时一直记得 那个黑人说 After these two long long fucking blocks you turn right 就是当时我的瑞士同学也笑 觉得美国人 那个美国黑人说 说英语也挺有意思的 Two long long fucking blocks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没有必要绕道走 其实人类啊 其实跟动物世界是一样的 你显示你的懦弱的时候呢 他就会追杀你 其实人和人之间也是这种关系 特别是人不同种族的人 之间也是这种关系 当碰到这种情况 你老是要绕道走啊 害怕啊 或者这种情况呢 这个民族呢 会给另外一个民族感觉呢 你这个民族不行 不自信 不敢打 但是呢 也许中国人呢 其实是怕事多了 是孔子的那个 哲学的那个叫忍 喜欢忍 那么这个忍呢 其实我在西方这么多年以后呢 我觉得 这个忍在西方是一点用都没有 而且是 显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 我不知道中国这个忍是 是因为你真的是害怕 还是真正的忍 但不管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 都喜欢忍 或者绕道走啊 或者忍气吞声啊 但是在西方 如果你长久的这样 中国人显示这样呢 会给其他民族的一种感觉 你是一个很弱的民族 并不是感觉你是有修养啊 你在忍耐 西方人不是这样想的 其他民族的人 他不会是这样想的 这跟在中国的体制里面 体制里面混 就是你要忍啊 等老板哪一天走了 或者你翻身了 你当了老板以后 你再显示你的威力啊 或者这样 你在这个之前呢 你要忍 其实在西方呢 不是这样的生存 哪怕是在公司里也是要 西方的老板他也不喜欢 那种你那种 说成一团啊 忍的那种样子啊 或者这样 懦弱的样子 西方西方人不喜欢看到这种 因为这种在西方 是被看不起的 说明你是没有能力 甚至是没有能力 胜任这个工作 他们会觉得 并不和中国那种 公司啊 体制里面那种 混乏一样 如果你这样 如果在海外这样表现的话呢 我估计你找工作面试 都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 今天呢 讲这个 这件事的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 所有的华人男性 我知道有很多华人男性 甚至有像李小冬这样 西方人呢 最崇拜的就是像李小冬这样 就是说我们不能平时给其他民族 一种懦弱的感觉 其实华人有时候低估了自己 因为我在西方生活这么久 和西方人打打 有时候会拳击的跟他们玩啊什么的 我发现我的速度啊 力量各方面不亚于西方人 而且是赢多负少 所以你们有机会也可以试试 真正在西方 因为是有法律的 你打架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但是呢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至少不能显示你弱 或者是你逃避啊 或者这样不能显示 你不一定 我今天的视频不是说你要跟其他种族 要去施打或者这样 今天主要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显示那种落落的样子在西方 可能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中国男人 或者华人亚洲男人的形象会受到破坏 在这种一旦目前这种疫情扩散全世界排华发生的时候呢 很多暴徒会趁机攻击华人 但如果你没有给人家这种形象的话呢 人都在攻击之前 他会想想 策略一下他是不是能够赢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想告诉大家 在海外千万不要看到对方有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弱或者显示你的怒弱 要团结起来 要给人一种印象 我们并不会输给他们 而且我觉得差不多同样身高体型 我估计亚洲人或者华人可能还占一点优势 你不相信 你可以去试试看 谢谢观看我的录像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一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叫Alec 在温哥华买卖农中 拜拜 拜拜